谢娜与老公张杰刚迎来一对双胞胎女儿,夫妻俩进来一起参加综艺妻子的浪漫旅行。 在最新一期的节目中,谢娜与另外三位人妻及小仙肉帮手魏达勋出发到比利时,这是他们到欧洲旅游的首站。 众人在出发前,选出了谢娜作为此站旅行的团长负责带领大家,没想到一抵达当地,他们就先遇到了交通问题, 索性最后找来的车子足以容纳所有人及行李,才让此时落幕,没想到到了住宿的地方时, 发现安排的地方只有两张双人床,小帮手魏达勋只能睡沙发,后来好不容易解决了此问题, 又发现住宿的地方并没有电梯,大家必须把九个大行李箱都扛上去,大家一直忙到半夜才把行李安顿好。 此时,作为团长的仙娜因累到崩溃,加上自责没有担任好团长的责任,整个人蹲在狭长暗黑的楼梯口大哭, 晚上入睡前躺在床上也忍不住再次哭出了声,目睹这一幕的张杰也心疼不已,眼眶也跟着发红, 随后她也大赞老婆现在更懂得为别人着想,觉得对方变得更贴心了, 但是看到自己的老婆如此辛苦,她也心疼不已。